我们上礼拜 我们上礼拜最后上到的地方是画这个直线 然后 今天我们继续继续上 我就不帮大家复习前面教过什么了 因为 今天这个时间点复习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我怕我过年后还要再讲一次 所以我过年后再讲 我们现在就继续上课先 好 第五题 第五题是叫你convert 这个方程式 into intercept form 和gradient intercept form 然后我们convert它去这两个form 首先它convert到intercept form的时候 你就要懂intercept form的表达是 X除A 加Y除B等于E 首先A跟B都要是数字 这里A跟B是可以接受分数 因为特殊情况 如果你A跟B不能接受分数 这样右手边的就不能是E 所以有点小麻烦 它跟我之前讲的general form有点不同 general form我跟大家讲ABC 尽量是整数吗 尽量啊 好 规定的set form是Y等于MX加C 所以老师觉得这两个方程式 这两个表达式啊 对大家来讲应该是没有大问题 然后左手边的题目 3X-2Y等于6 它其实就是general form 你把6移过去它就general form 会变成3X-2Y-6等于0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general form的表达 要求你把它转换成 intercept form跟gradient intercept form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转哦 所以我们先从第一次开始 好 第一次的目标是要转换成intercept form 所以我这个东西最后是要变成这样子的模式了 要变成就是- 好 要变成这样子的模式哦 在这个题目里面是蛮简单的 我在整个方程式里面除6就好 我在这个方程式里面除6 这方程式里面除6 两边一起除6 左边除6的时候 因为这个6是分母 所以它会被拆解成3X除6-2Y除6 右手边6除6就是1 因为intercept form严格要求 右手边要是1 因为它的常数部分必须要是1 所以我在左手边除6跟右手边除6 就可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 3跟6月减会变成2 2跟6月减会变成3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 X除2-Y除3等于1 解决哦 可以解决哦 好我们之前就有讲过 我们之前就有讲过 intercept form的好处是可以直接在坐标轴上面画图 所以从这个题目转换成intercept form的这个表达式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X的intercept 对X的intercept是2 所以在坐标轴里面 它在X的切点会是2 好 然后它的Y轴的intercept 可以Y拮据的部分是-3 要包括这个符号 它的Y轴拮据是-3 所以它会在这边哦 大概-3的地方 好 这时候这两个点连接起来 这条线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这条线这条线一样的东西哦 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写3X2Y除6 你也可以写这个 我会题目是没有啊 所以我们画图的啦 我画图只是让你看到不了 可以只让你看到它的图真的是长这样的 可以啊 好 找个人问 还有谁是从开始到现在我没有叫过你啊嘛 就是一直都没有叫过 啊啦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 没有叫过最好啊 有吗 我看一下 好像都有耶 凯恒 39号凯恒 李武也是有个凯恒耶 我看到名字的时候我这有点乱 就是这般有个凯恒 名字好像一模一样 然后李武也有一个凯恒 凯恒 凯恒 阿老师 早安 呃 这条线的规定是正的还是负的 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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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呃再来 谁 维恩 班长 诶 维恩 诶 我可以直接叫你弗离社就好嘛 叫维恩很怪是不是 应该 是没有人叫你维恩啊还是有 有 一点点 我听不到有点小声 一点点人包 一点点人包 好像我叫你弗离社啊以后 OK 好像比较亲切哦 这样各位在背后叫我也是写LJJ而已啊 好 诶来 写率是多少 呃 写率是正的还是负的 可是刚改成讲是负的 好不要紧 等一下我们再问多一个人就好 诶 俊恩 诶 正的 正的哦好 这样还就是正哦 因为我没有两票正的老样子哦 没有要投票了 给他是倒向右边的邪律哦 所以他是正的 所以他是正的邪律 呃不过也不要紧 不过也不要紧 我们等一下第二个方程是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规定的方法哦 因为intercept form是没有提供我们邪律资讯的 我是把它画成图之后 发现他是一个导向右边的邪律 所以我讲他的邪律大于零 OK 第二个不用 给第二个我光用数学一项的方法 就可以知道他的邪律的确切数字 来我们试一下 所以第二是叫3x-2y等于6 然后我们开始把它转换成目标 目标是要变成是y等于mx加c OK 转换成这个表达式的时候 给他重点在于 y的系数要是1哦 所以同样他的m跟c都有可能是分数 只有 只有general form是可以把它们都变成整数 呃 规定这些也不可以 好 所以我先把那个3y移过去哦 所以-2y会等于6-3x 要先把那个3x移过去我刚讲错哦 移过去的是3x啊 好 然后这时候我就除-2 可以全部除-2 所以就会变成6除-2 然后3也要除-2 OK 所以6除-2就会变-3哦 3除-2复复得证就会变正了 2分之3x 然后为了方便跟intercept form比对 我们把-为了方便跟gradient intercept form比对 我们把2分之3移来前面 会变这样 好 所以今天你得到的1项之后的gradient intercept form的这条直线 可以的表达是叫做y等于2分之3x-3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它的gradient是2分之3 哎是真的所以它导向右边 OK啊 好 再来就是它的y intercept 因为我们讲过intercept form的重点 后面这个加息 针对的对象是y intercept 所以你看到这边的y intercept是-3 给你比对回去左手边 给我们一样比对回去左手边 我们刚才写的intercept form 你就会发现A真的是-3吗 刚才讲过了的 所以两个东西是通用的 三个三个表达都是都是在讲这条直线 三个表达都是在讲这条直线 然后只是不同的形式 因为不同的形式可以提供我们这条 关于这条线的资讯不一样 inter geral form是没有提供任何资讯的 它只是一种大家都习惯的方便表达式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要找直线的焦点的时候 我们在用 general form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它可以直接做加减效员 对 然后intercept form跟gradient intercept form 是提供我们关于线的资讯 intercept form是告诉我们这条线 它跟xy轴个别的焦点是什么 然后gradient intercept form 可以让我们知道它的斜率是多少 就画图的精准度来讲 还是intercept form比较准啊 gradient intercept form还没有这样准 因为你来说你只有y轴焦点嘛 你只知道写率是真还是负 对于画图来讲还是有点差距了 这是第五题 给我们2a的最后一期立即 到这边 我还是没有很想再把2a再讲一次哦 所以我就要跳过去哦 等过年回来 可以过年回来我再讲一次 就是把它的重点再整理 我们今天就不浪费时间了 好 所以要请大家写2a哦 然后我已经设定好 就是今天的12点之前 对 你还是要写作业给我 这是给你过年前的最后一份作业 活年后才继续 老师你的12点之前是 早是啊 半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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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半夜了 好半夜了 然后 都一直都是 现在暂时都是半夜 不要放中午 上次放中午都很乱嘛 同学还在睡觉 上还是我记错 对对对对 好像同学还在睡觉 就不要啦 难得你会说你会说礼拜天可以不用到 不用线很久吗 好啦算了啦 以后都不要放 以后如果有作业是礼拜天 可以设定礼拜天的也放12点 OK啊 这样 好断线出去好 嗯 继续 这是2AC 这很容易吧 很短 然后跟你讲下有一题要跟你讲先 就是你可以找个地方比起起来 或者你用听的应该够 第七题 其他我都看过啊 应该没有大问题 对吧等我确定一下 对没有大问题 OK 第七题哦 呃 听不到你找这两条线的规定 首先前面这条线的不用找哦 三啊 因为海底是intercept form 后面这条线要移向 可以移向完 你一下完就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三 嘿其实也是三了 后面听不问你哦 what can be said about this two nights 呃从这两条线的邪律可以讲什么 然后 呃它最标准的答案是这两条线是平行的 最标准的答案啊 可是这两条线是平行这件事情啊 我们要等到2.3才会交 所以这里老师可以接受你写的答案是 他们两条线的邪律相通 就好了 我写给你的标准答案后面有跨五写parallel啊 然后这一次是允许大家抄哦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要怎样表达的话 这一次是 我觉得没有什么啊 这一次的话 因为这题都还没有交到的话 又放那边出嘛 我给你看答案呢 等一下我开一句 好 这一题 哎你会找到第一条线的系列是3 然后第二条线你会经过移向之后 发现它也是3 然后这一句话就是题目问的哦 what can be said about this tonight 就是这两条线你可以告诉我什么事 我们的呃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有相同值的规定 可以 they have same value of gradient 啊你写的时候你写 they have same value of gradient 就正常了 就是他们的规定是相同的之类的 然后后面我有挂五写parallel 这就在表达平行啊 啊你如果有写没有写都不要紧哦 因为我们真的还没有交到 但是给你先有个概念啊 就是你看到这个题目 发现这两条线的邪律相同哎 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同的感觉 给你知道一下 好啊这题就不要紧 这题就不要紧 就是照做 然后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最后题我的答案跟后面答案不一样哦 所以你看你要喜欢做到后面答案就做到后面答案哦 你要做到我答案就做到我答案都没有没有关系的 重点是你要记作啊 ok好这题很容易啊 这分成很容易就是它题目还比做答场啊 对啊题目还比做答场 ok就这样 好我们回去 继续2.2 我本来是没有打算讲2.2 而当隔壁班要进第三章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压力啊 不可以我们还是讲2.2啊 对对对对 对我们的隔壁班就是 你不知道是李一还是李三的耶 啊我们的隔壁班 进第三章 来2.2 Equation of strengthlines 直线方程式 ok 之前跟大家讲规定是很重要的东西 可以贯传大家一整年 规定方程式也是一样 不规定方程式 呃 Equation of strengthlines也是 直接方程式啊 也是一样 贯传大家一整年 我们这边学好之后哦 我们的第五章 第七章之类后面的都会一直用到 都一直用到这个东西 所以东西要要要要 要蛮注重它啊 ok然后 规定 Equation of strengthlines哦 它跟 form of strengthlines有点像 forms是表达的形式吗 然后 Equation我现在是找方程式的方法 可以找方程式的方法 可以找方程式的方法 可以会根据题目给的条件 所以第一个 和第一个找直线的方程式是大家熟悉的 Gradient Intercept form 这边大家就会有点乱了哦 之前跟大家讲 form of strengthlines是指直线的方程式的表达吗 可以直线方程式的表达是 呃 斜接式 OK 这边大家就会有点乱了哦 之前跟大家讲 form of strengthlines是指直线的方程式的表达吗 可以直线方程式的表达吗 可以直线方程式的表达是 会出现同样的名词 诶 为什么会出现同样的名词 Y等于MX障悉哦 是因为如果今天啊 可以如果今天题目给我们Gradient 给我们 Y Intercept 给我们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当题目给我们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写出这条直线的名称 同学就会想哦 哪里有题目这样笨哦 结果我们讲Gradient是多少 然后Intercept是多少 叫我们写直线 有的 我之前没有出啊 不过有的 有的 就是我直接告诉你 诶同学 最好线的Gradient是-1 2分之1 诶 然后我再告诉你 它的Intercept是-3 诶 你有这样的条件啊对不对 诶 答应去啊 Y等于-1 2分之1 X-3 它直线方程式就会这样讲 超简单 然后如果你想要把它变成 General Form的话 你就乘2哦 2Y等于-X-6 然后移去左边哦 X加2Y加6等于0 抓了 OK啊 所以所以是有的 OK有这样的东西 就是 要求你找直线的方程式哦 当我给定你一定的条件之后 OK这这一个第一个 第一个Form啊给你的条件 就是-1 Intercept OK啊 然后呃 Gradient Intercept Form 也叫Slop Intercept Form啊 之前有讲过 Gradient也是Slop OK写率 好第二个 第二个 OK第二个我们的Form 叫Intercept Form 诶又是熟悉的纸啊 这里也跟刚才右手边讲的一样 如果今天题目给你X Intercept 也给你Y Intercept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知道它的整条线的名称 对 比方他跟你讲 诶这条线经过的两个点分别是20跟0-4 诶如果今天我告诉你 它经过这两个点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哦 呃 X坐标Y坐标的情况下 这样这个是X轴焦点 X坐标Y坐标的情况下 这个是Y轴焦点 这样它的X Intercept就是2 Y Intercept就是-4 我就可以透过Intercept Form的方式 去直到这条线的名称 叫做X除2-Y除4等于1 然后你还是可以像刚才这边 这样把它变成General Form 可以全部成4哦 所以2X-Y等于4 以左边2X-Y-4等于0 答案 为什么要这样一来一去 是因为老师讲过 呃通常你给我答案大多数啊 可以大多数的情况下 是要给我General Form 对要给我General Form 这是要跟大家讲的 所以今天是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不过坦白讲这两个Form 在使用上还是比较少的 就是还是比不太会有这样的题目啦 就是去找你找这两个 立体可能比较有机会啊 CT真的不会有给你这样每每两个 叫你去找了啦 倒还是偏后面那两个比较常用到 OK 第三个 Point Gradient Form 点斜式 OK 它叫Point Gradient Form哦 所以其实用看的都可以猜得到的感觉啊 它就是Point跟Gradient 如果今天题目告诉你 这条线经过的某一个点 以及这条线的斜率 我们只要有这两个条件 就可以知道线的名称是什么 这个点的名字叫XEYE 线的斜率叫M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公司是针对这个 可以针对这个Form 好 我直接先给大家答案哦 等下我才写证明在旁边 OK 它的答案是这样 就是如果今天你有你有那个 你有一个点 你有你有一个点 你有一个斜率的时候 它的线的表达会变这样 Y-YE等于MX-XE 可以没有这样 其中哦 M是可以丢数字进去的 因为题目会给你斜率 给它 然后XEYE也是 这样这个X跟Y是不用管它的啊 不用带数字的啊 因为它本来就是你要找的线的位置数 OK 本来就是你要找的线的位置数 然后 XE跟YE是题目给定你的点 OK 这个方程式它的证明哦 就是我怎样知道这个东西 可以变成直线方程式 它证明是这样 今天你知道这条这条线啊 假设这条线是你要找的 你不知道这条线的东西 但是你懂这条线上面有一个点 叫做XEYE 然后你也知道 可以你也知道这条线的斜率 可以提供我告诉你它的斜率 还告诉你它的规定 是一个数字 这个时候哦 我们我们怎样找这条线的方程式 我是把这条线的其中一个点 假设成XY 可以随便一个点 OK 今天它告诉我斜率是多少吗 这样我就可以知道斜率会等于这两个点之间的减法哦 Y-Y跟X-X 因为斜率是两个点之间 Y的增加量跟X的增加量的比 所以我可以拿Y-YE除X-XE 然后这个时候哦 我把这个X-E搬上来 乘上来上面这边 它就会变成M乘上X-XE等于Y-YE 这东西就是公式啊 这就是点斜式 你看到左手边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为什么可以这样 我明明就不知道XY是多少啊 对啊 我们不知道 这个XYK是这条线上面的任何一个点 因为这条线上面的任何一个点 它和题目给定我的那个点 所形成的斜率一定是题目给的斜率 所以我们用这个条件去推导出它的线的名字 讲到这边 好像不是很够 我看一下题目 哎有第四点 有第四点啊 我先给你讲有第四点 我给你看题目点底下 Find the Equation of Shared Line 可以找直线的方程是 With Gradient 2 它跟你讲斜率是2 然后Passing Through 所以经过 可以Passing Through 经过13 我告诉你这条线的斜率是2 然后我也告诉你这条线经过13 所以如果今天哦 我们什么都不管 我也不知道公司在讲什么 我就带进去吧 我就会去写这个是X1 这是Y1 在规定 不知道我情况下 我们就会直接写Y-3 等于2乘上X-2 X-1 这样 这样是对的 这东西就是答案呢 我要化简了 还没化简完 要化简了 这东西就是答案 还在你不知道整个题目在描述什么的时候 这东西就是答案 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了 所以最其实是这样 我知道这个点叫Y-3 然后我也知道有一个有一个斜率 可以有一个导向右边的斜率 还叫做2 这个斜率会跟这条线 这条 这条 这个斜率会跟这个点形成一条直线 一条直线 然后我不知道这条线上面的其他点 我把这条线上面的其他任何一个点 都当作是X-Y 所以今天这条线要画出来的时候 它可以是这个点 可以是这个点 可以是这个点 我不管我也不知道 但是其中一个点 我把它假设成X-Y之后 我知道这个X-Y和这个Y-3 它们之间形成的斜率公式 必须要是2 因为题目讲斜率是2 所以我在不知道这个点的情况下 我把所有可能是这个点的东西全部找出来 因为今天X-Y可能在上面 可能在中间 可能在下面 我不管它在上中下 但是它在上中下都好 它跟我们题目给的1-3 都必须是2的斜率 它如果不是它就没有在我们这条线上面了 我们是用这个条件去把point gradient form找出来的 然后它还没有做完 那它需要化解 所以它的化解方式就是沉进去 然后变成general form 就好了了 但是不会这样写啊 因为我们少写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告诉大家我们要描述嘛 所以我会有 我会在前面写多一句话 就是我会这样 给到一个条件 然后写equation of line 线的方程式 然后才开始 就是y-3等于2 x-1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才移向哦 所以y-3等于2x-2 然后 2x-y 加1等于0哦 我全部移右边 让它变成艾斯阵了 看起来这题就长这样 然后我们还有第4点还没有交了啦 好啊 诶 等一下再给你一点时间吧 第6题抄进去哦 因为同学可能还没有留空位之类的 哎呀 等下我们再看 给第4 第4个方法 给第4个方法 叫2.4 2.4 ok 2.4更直接哦 因为点斜式是 一个点跟一个斜率嘛 2.4哦 它是 2个点 我今天给你2个点的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找到 这两条线 所形成的 直线方程式 第一个点就老样子哦 X1 Y1 哎 第二个点是X2 Y2 用这两个点我可以找到 直线的方程式 哎 我一样哦 直接给你结论前再给你讲为什么 好 它的公式叫Y-YE除X-XE 等于Y2-YE除X2-XE 你一开始记的时候会有一点难记 因为它看起来很多字 但没有很难啊 因为你就把它分成是这样子 后面两个是同一个点 这两个都是第一个点 X1-YE 右手边也是X1-YE 减的地方都一样 OK啊 然后前面不一样吧 前面第一个是X2-Y2 X2-Y2是你有的东西啊 X2-Y2是你有的东西 X2-Y2是你有的东西 这里的XY跟上面这题的XY是一样的 就是不要管它的 我没有管它的 它就是 我们要找的这条直线的点 这条直线上面的任何一个点 阿加讲比较好 他概念是这样 他概念很单纯 就是左边是斜率 右边是斜率 左边是什么斜率 因为现在有三个点 再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我们讲的Point1 X1-Y1 第二点是Point2 X2-Y2 我在他们这两个点 所形成的这条直线上面 跟刚才一样 随便找一个点 它叫做XY 然后XY和第一个点之间 形成的斜率 会等于第二个点 跟第一个点 形成的斜率 一定是这样的吧 他们在同一条直线上面 斜率一定是一样的 不管你从哪里找起 所以这个做法跟刚才做法是 刚才做法是我不知道斜率的 刚才做法是我知道斜率 sorry 我知道斜率了 这样这个做法 其实你也知道斜率 因为我会给你两个点 所以当我给你两个点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马上知道斜率是多少 然后用那个斜率 直接去做Point Gradient Form也可以 而且这次你有两个点 你要带哪个都可以 所以两个公司其实是类似的 第三个 第三个找Gradient的方法是 我知道点 我知道斜率 我丢进去公司单就出来 第四个方法是我不知道斜率 我知道两个点 但是站在学术学的角度上面 当你知道两个点的时候 其实就等于知道斜率 因为我们有斜率公司 就是Y2-Y1-X2-X1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斜率公司推进去 那个 两边斜率的概念去解释 像左边我讲M1 它其实是我的这个点和第一个点的斜率 这样就Y-Y1-X1-X1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不知道答案 因为我不知道XY点是什么 它只是这条线上面的任何一个点 右手边是第二个点和第一个点的斜率 第二个点和第一个点的斜率是 Y2-Y1-X2-X1 所以这个是有数字 所以这两个点形成的斜率 这两个点形成的斜率 会等于两个固定的点形成的斜率 然后我们稍微整理一下答案就出来了 这就是2.4 OK 2.4 好 这是我们找直剑方程式的四个方法 然后如果你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会点乱 尤其是第三第四个没有看过 所以我们就用最古老的方式 就是用立体 用立体去理解 好 而上面这部分应该都操完了 底下第六体如果还没操 不要紧我把它往上拉一点 给我们解多 还有几分钟 还有七分钟 我们可以解多七体吧 一体一分钟差不多啦 都不好 很好笑没 我也是觉得有点好笑诶 等一下 好来 第七题 好 第六题是题目给规定跟给一个点哦 第七题就是老实讲的 当题目给你两个点 他要求你把这两个点的方程式找出来 好 然后如果你觉得2.4很难用的话 你就全部都用point gradient 我两个都写给你看啊 首先如果是2.4的时候 我们就会直接写 呃 pass 3-1 都好24 可以他经过这两个点 所以equation of 9 会变成y 如果你今天这个是前面的点啊 y加1 x-3 右手边 4加1 2-3 会变成这样 首先前面这个xy是不要管他的 没有管他的啊 后面这边你看到的-13 跟这边你看到的-13 都是第一个点 这边的24 是第二个点 所以其实这个公式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也是把他当成是 把他当成是 那叫什么 鬼电来看而已 就是两个点之间的斜率 那个鬼电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把 这个方程式找出来哦 左手边两个东不到了啦 放主宝 右手边可以处理吗 右手边4加1跟2-3 4加1是5哦 2-3是-1 所以左手 右手边是-5 y加1 x-3 右手边是-5 可以呢我们斜对角乘哦 这个跟这个乘 这个跟这个乘 我们就会有 y加1 等于-5 乘上x x加3 y加1 乘上-5 乘上x x加3 我们就会有-5 x-15 全部移右边 答案是-5 x加y 加16 等于0 可以记得啊 最后答案通常会跟全程讲 要求你给我general form OK就这样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老师老师 试问 那个 x-3啊 移去对面就变成x加3 不是 不是只是 乘翻过去就变除吧 对他应该是x-3 对啊 你 你写错是吗 没错是我写错对不起 OKOKOK x-3 所以这是加15 这样这个会变减40 谢谢 谢谢 是 是 来问 那个0 后面的那个general form 一定要写的 不用写的我写给你看吧 对不起 OKOK 不用写的不用写的跟你讲一声 就是两成一个好习惯 答案给我general form 因为你因为你不懂要做到哪里的嘛 我是这样想啊 就是如果我没有跟你讲的话 你做到这边你会怀疑说 我到底要表达成什么 老师又不会叫我把它表达成 gradient intercept 没有啊我们就大家都讲好 把它变 把它变 general就好很多 可以来第二个方法哦 可以第二个方法就是把它变成是 把它变成是point gradient form来做 可以把它变成point gradient form来做 可以把它变成point gradient form来做 然后我们可以写它的斜率是-5 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写它的斜率是-5 它经过其中一个点 OK 我们可以写它经过3-1 或者写它经过2-4都可以 因为我们可以写它经过任何一个点 然后就可以做 可以如果你今天写的点是经过3-1啊 这样你就会有y加1等于-5乘上x-3 然后你有没有熟悉的感觉 一样啊 啊 然后如果你今天不是写它经过3-1 你经过2-4啊 叫我们做一下哦 y-4等于-5乘上x-2 可以我们做这个 看一下它有没有等于这个答案呢 是一样的啊 y-4-5x加10 全部以右全部以左边 5x加y-14等于0 它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管是做2 point form 还是做point gradient都可以 我第一年教书的时候 教学生做point gradient 然后他们就全部忘记2 point form了 还有边吧 所以 所以 我两个都教你啊 你自己选哦 嗯 有有些学生会不喜欢做2 point form 因为那公司很冗长 那个带入的地方 y-yex-xe 右手边y2-yex-xe 但是其实如果你知道左手边就是规定来的 右手边其实也是规定来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规定等于规定 但是左手边的规定使用的点 跟右手边使用的点是不一样的点 但是 我们知道它们三个点是同一条线的 啊 这样就没问题哦 OK 这个是第七题 然后 我们到这边就好了 下一题放住先 下一题放住先 下一题放住先不要紧 然后我要跟你讲 嗯 什么啊 哦 诶 所以现在我们讲的突破一风 它其实跟我们去 我们第一张学的某个概念很像 诶 可以第一张我们学某个概念 我当初你从来你要往上滑 给第一张我们学什么 第一张我们学这个 你还记得这个东西啊 他跟你讲这三个点是可理念 诶 诶 第一张的时候我跟大家讲 可以第一张的时候我跟大家讲 呃他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什么啊 同一条线 所以area等于零 那时候我跟大家讲对不对 诶 现在你学有直线了诶 你就可以用直线方法解这一题哦 因为他们这三个点在同一条直线上面 所以这两个点形成的邪律 会等于这两个点形成的邪律 你可以找到K的 不一定要用area等于零 所以两个都学会哦 这是贡献的解题方法 另外一个 第一张的时候我学会 可以用这个方法 找到K的 不一定要用area等于零 所以两个都学会哦 这是贡献的解题方法 另外一个 第一张的时候我们学的那个东西 好呃就这样 请大家记得12点之前哦 今天12点之前呃 教CT 然后过年后见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